輕的點我還建議扭轉一下 感覺有點扭轉一下 點從多巴塔裡面也是這樣 這個點到後面在有公權的話 使用的次數比原則多太多了 原則上三個裡面最下面的筆畫最長 這個字其實原進感應該在最後這個月字上面 這邊完全沒有 但這邊就開始這個有點慢慢加出產這個原進感 然後趕快收氣彈上去 然後第一個是橫畫 第二個他比較習慣用挑的 這台多巴塔一直這麼寫 白的筆畫掃根據這裡面的字來判斷 顏真群遇到筆畫掃的字都寫得非常的重 這個重量感十足 跟隔壁的字來比 它的重量感是多了好幾倍 可能四倍五倍 所以它的字也好看的原因在這裡 因為很多字都看起來好渾厚 因為實在好重 明 捏一下 細 粗細 粗細 做得很漂亮 做得很挺 不要看到撇就給它寫歪了 這邊有點 繞動的感覺 然後口味偏右邊 這邊是方立的感覺 然後這邊是繞動一下一個圓勁的感覺 手筆 你一定要有這些繞動的動作 否則會覺得不夠圓勁 明 紋的低筆 弧度不明顯 一般應該是往外凹 可是在多巴塔裡面未必如此 多巴塔裡面這邊都會比較直 而且甚至要往內凹進去 那到了這個圓勁裡 有時候還保留這一種 不見得每次都這樣 但是感覺某種程度還是保留了 然後這邊就是 這邊看起來 到最後這裡是要表現所謂的圓勁感 以後加重加圓 後面收肩 收肩以後再勾上去 這個收圓也很重要 因為收圓才有圓勁感 收肩就比較沒有圓勁感 如果拉肩就是方立感 這裡面紋的話 這裡寫得好近好擠 這裡面兩個比較輕鬆 寫得好擠好擠 這一個你又發現說 哇它重暗 然後變粗 然後馬上變細 根本就還沒抄出這件事 就馬上變細了 7 這個長橫 加一點粗細 後面應該有點骨頭 這他習慣 然後橫畫細直畫粗 那直畫粗的重量感就十足 加一點細 好 圓 圓他的逆勢做得很好 逆一下再撇過來 逆一下才是一個點 再撇過來 一般人就直接順過去 不好看 然後撇過來以後 順著這個方向 寫上間隔距離把它抓好 然後再撇其實 比你想像中來的挺直 不要看到撇就想要把它寫歪 撇位比你想像中的歪 有時候看起來是蠻挺直的 挺近 然後間隔距離要抓好 這一個最寬 然後這裡圓近 撈過來以後 產生一種圓近感 所以這裡是方圓 所以我說方圓並肌 應該可以解釋 多包它 不是純圓 純圓 純圓 純圓就會呆了